张纳拉这个明星可以说是曾经火遍天 因为出演刁蛮公主而被家喻户晓 81年出生的张纳拉开始的时候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 Force the Story 以歌手的身份而踏入演艺圈 2002年还是新人的张纳拉出演SBS的《明朗少女成功记》 收视率高达42.6% 张纳拉也凭借着这部剧获得了百想艺术大赏新人演员奖 2007年担任中和文化交流大使 并且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首尔战的火炬手 从以上的履历可以看出当年张纳拉人气之高 不过2009年时张纳拉在上韩国综艺节目时 在节目中坦言没有钱就来中国演出 这番言论一出张纳拉在中国经营多年的形象瞬间崩塌 好感度一路千丈 张纳拉迫于压力回到韩国发展 虽然在36岁的年龄想要火遍半分间已经是不太现实的事情 但对于当年的事情张纳拉应该是很后悔的吧 这些他不止一次表示希望再来中国发展 近日一身黑衣的张纳拉先用中文抱歉 关于最近由于我在韩国一档娱乐节目中所说的话 出现一些最好的素面报道 我感到很爆亏 真的很对不起大家 一句话让他失去了内地的发展 封杀八年 就连在韩国他也遭到了网友的怒怼 现在的他已经36岁了 胖到无人敢娶 这就是自己做的孽 好好的出入 拜拜丢掉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